有另外一個明星 在隔壁要開記者會是下午的 為什麼是我要避開她 而不是她要避開我 可惡 都是她害我已經要那麼早起 小S和智琳姐姐又要相愛相殺了 二日小S超美出席代言活動 卻意外撞場隔壁的智琳姐姐 為了留住大家 她真的火出去了 欸 我可以 爆兩點嗎 欸 爆兩點 不要這樣 反面大小 I'm not sure 因為我知道記者們 都很喜歡登拿很大的照片 但我想記者會現場 小S應該不會這麼多吧 因為你知道 另外一位女藝人 我當然也是我的好朋友 她講話就是比較客套 那如果你們在一架嗎 搞不好到底覺得比較高啊 應該是我吧 她唯一比我高的地方 就是身高而已 我再次聲名 第一個被稱為國民姐夫的人 是劇俊業 就是我的胸部 那因為那個 那個志玲的老公 有上過我們節目 我是有給她新的名稱 就是國民好友 而且因為她上完之後 就是大家都覺得她很可愛 然後我就忍不住跟我姐講說 欸 我今天有訪問Akira 我說她人很好 很nice 然後我只是這樣 就意思是說 沒有人可以贏過那個 真正的國民姐夫 那今天跟巧克力來台灣 有跟她健康念嗎 時到還敢問這種問題 她是沒有說不准講的 但她是說 請你不要當我的發言人 她說如果她有什麼事 她自己可以來回答 是這樣 那我姐就會在那個家族群組裡面說 媽 請你不要當我的發言人 不要啊 她幹嘛出來跟大家講啊 我們就是希望這件事情 趕快終止 不要再有關於這種事情的新聞出現了 她其實很早之前就覺得 她想要那個先佔據幕後 她現在對於 就是曝光在眾人密切 她說她沒有任何的那個興趣 但她不是把你媽的意見嗎 我媽 為什麼會有意見 你是說少了一個搖錢樹是不是 少了一個搖錢樹 但是我這邊可是多了三個呢 她說不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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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